英国华藏金钟学会 是2015年年底的时候成立的 当时呢 悟道法师是应老和尚的要求 在那个威尔市成立汉学院 然后呢 英国华藏金钟学会在那里成立以后呢 可以援助汉学院 包括汉学院我们有成立了医疗小组 然后对学生和老师 每周一次的开放门诊 就是保证他们能够身体健康 安安心心的读书和教学 然后在生活上 我们也有一些护法也好 一些义工也好 还有包括悟道法师 一直有对他们生活上 包括送去食品啊 因为威尔市他相处的 地段比较偏远 英国本来就是一个欧洲国家 购买中国食品啊或什么都不太方便 流通处呢 就会经常组织一些义工啊什么 送一些生活上的物资去汉学院 然后目前呢 我们是英国华藏金钟学院 主要承担的工作是 首先每年一次的在伦敦和威尔市的 大型的法会和祭祖活动 包括目前已经援助了两年 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 另外呢 华藏金钟学会也为了团结华人 帮助在英的华人 有地方修佛念佛 然后每个周末呢 星期六有念佛绕佛活动 星期天呢三十系年的共修活动 星期一到星期天呢 那是对当地的一些英国人 还有本地人 做一个法宝流通的地方 因为以前在英国 没有这样一块地方 让我们可以念佛修佛 然后等于师父提供了一块亲近之地 包括我们现在在星期天 做的共修也是 很多师姐师兄过来 就觉得一来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 戏场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很多外国人 因为我们那边提供的书籍 受益都匪浅 流量最好的一本书叫 《Heart of Buddha》 佛祖的心嘛 这里边所收集的言语 外国人看的再浮躁的心 就一下子静下来 而且这些都是免费流通的 所以让他们都怀有一颗感恩的心 我记得老和尚和师父以前 一直说要同化他们 要把他们带进阿弥陀佛的世界 让他们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净土 所以师父整个这么慈悲的一个 提供这么一个场所 提供这么多的法宝流通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感恩 而且由于英国华藏金钟学会的成立 我们也团结了世界各地 包括大部分是欧洲的一些华人 因为每年的活动 由来自芬兰冰岛 法国 西班牙各地的团体过来参加 因为各种原因 在美国也好 在欧洲也好 从来没有举行过类似大型的祭祖和法会 所以等于 武道法师每年办的这一次大型的活动 也号召了团结了 我们在欧洲的华人 也给他们一个机会 是做一场法会 和纪念自己的祖先 因为我本人 自从认识了武道法师以后 在这个华藏金钟学会工作以后 我真正感觉到老和尚的说 用传统文化救世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理念 这个世界唯有孔子的天下润能救世界 可以产生世界和平 因为只有用道德才能真正的制约人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 净空老和尚和悟道法师 希望他老人家法体安康 恩...在人间多待一会儿 让我们多有一点福报 听他老人家能开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